主力价值呢 是相等的 那就要取决这个位置了 这个位置呢 我们先看 黑方 红方呢 这个主要是这个中炮的位置非常好 而且是中马中兵 形成一个利 有路炮 马路鞠 基本上 红方想要占领的一个位置呢 全部让红方占领的 但是呢 黑方也有他的优势 黑方优势 就是他有两个鞠 假如这个时候呢 双方拿掉一个鞠的话 那毫无疑问 这个棋呢 是肯定黑方优势 但是呢 双方多了一个鞠之后呢 这个局面呢 就产生一个不同的变化 黑方呢 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兵在这个位置 让红方顺利的向武器进 连起来的话 这个棋呢 也是红方优势 但是呢 由于黑方这个逐期竞争 很及时的冲了过来之后呢 下一手逐期平地一靠 威胁你这个中兵 那这个棋呢 就形成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局面了 红方这个时候 兵武进呢 也是非常正常一个下法 当然 如果你不兵武进一呢 我下一手逐期竞争 你仍然得兵武进一 你不可能白白的把这个兵送给我吃 那兵武进一 兵七平六 红方这时候 向七进五呢 也是下得非常稳健 当然这个稳健呢 是有道理 你肯定不能漫漫然马偶进六 看上去马偶进六 非常好 下一手马六进了一灯 然后以后 我从泡瓶酒一打 好像是挺不错的一手棋 但是黑方 如果让黑方走到这手棋 可以说红方就比较难应付了 你以后可能只能够通过马六进七 因为鸡翅中心较强 你不能补像 补像一吃你也得马六进七 马六进七呢 还可以选择 鸡翅平三 或者炮式进一 都是可以考虑 所以呢 红方这个向七进五呢 也是在这个局面下呢 非常正常 也是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选择 当然 除了向七进五呢 如果你更凶抗的话呢 也可以考虑平中炮 那这个平中炮呢 黑方呢 肯定是不会说 选择这样弃兵给你吃了 因为打 你吃我一个打相 那黑方可能会选择 先把相 把这个阵型 自己阵型巩固好 你可能让不能走马五进 他人家是 G7退而一抓 那你可能会选择 马五进是登过去这边 当然你如果不选择 炮九平五 你也可以选择 马五进是往这边登过来 那黑方可能也是选择 向九进器 其实呢 也是一个大同小异的一个变化 只要取决呢 这个棋呢 红方呢 可能也是觉得这个棋呢 如果冒冒然把马跳过去呢 反而显得自己的阵型呢 并不是特别协调 而且这个马跳过去之后呢 位置不多 马四进二没什么大用 马四进三肯定不行 马四退二呢 更没有道理 所以呢 这个棋呢 红方补这首相呢 非常正常一个下方 老下 冰九精英 红方呢 这个时候呢 仍然是按兵不动 当然这个棋呢 红黑方呢 也不敢冒冒然的行动 因为黑方这个时候 如果选择一些很直观的下方 逐六平五 红方肯定不会打兵 红方一毛 就应该顺势登出来 那这个棋呢 红方呢 可能就有点 有点味道了 这棋可能红方有点优势了 你黑方如果再选择靠兵 我跳下去 你打我的话 我可以打你兵 如果你抓我这个 我这样可以打你一个兵 我气掉这个中兵 得到你这个九路兵 牵制你黑方这个 假如你是这样下的话 牵制你 牵制你黑方这个一路军 军八金八一点 这棋呢 黑方就有问题了 所以呢 这个棋呢 黑方呢 也是肯定不会选择一些 比较主动 去打开这个局面的棋 套斯金士 套斯金一打 看上去这里呢 红方还是感觉上 蛮不错的一个局面 冰武平是一靠 然后在毛巾 就灯或者炮瓶 就会打出来 好像很多手段 黑方这个时候呢 也是下得非常 极具进攻力的 黑方的目的呢 其实选择这个变化 开启这变化 黑方很明显 就是要跟红方一雪之雄了 逐上金一 当然你肯定不会选择兵器金一 他去棋品维持 那肯定是靠兵 是吧 双方呢 下了这里几手棋之后呢 黑方变招了 那蒋特大呢 其实呢 对于 向旗的一种胜利的渴望呢 也可以说是超乎所有的 他我看了 他很多旗呢 他都是 在很细小的一个优势下呢 他能够逐步逐步尝识对方呢 以自己的水平 以自己的耐力 以自己那个扎实的基本功能 跟对手周旋 最后呢 令对手呢 自然或者不自然的 出现一个小裂缝 小错招了之后呢 输给他 那他曾经呢 是跟我们的 湖北队的李雪松大师呢 是下过一方 创纪录一旁期呢 是下了 大概200多300个回合的一旁期 也是下了八个小时吧 一旁期 那可见呢 他的体力呢 是多么的好 那现在呢 他采取呢 他没有采取变招 下到这里呢 其实呢 是双方已经符合25步的一个 一个合起了 因为不存在说 25步必须变招 但是呢 讲特战呢 有意义上是 是北京队 也可以说是北京队的一个